东边的八卦叫东瓜 西边的八卦叫西瓜 料理真的好神奇 鱼肉竟然会开花 大家最爱吃的是什么花呢 弹幕里悄悄告诉我 但今天我们来的这一家 是开在我身后这栋法式洋楼里面 却是一个超级会整活的餐厅 他们家不仅让鱼肉开花 还让鸽子吃海鲜 然后被我们吃 这么操作到底是让菜变得更好吃了 还是说只是单纯的把菜变贵了呢 那今天我就要替大家来试一试 这个魔都整活餐厅卖出来的菜 到底好不好吃呢 走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环境 开在法式洋楼里 然后里面也是装修非常的婉约 而且我们先来的这个餐厅 他们是现在上海餐厅服务榜排名第一 你说这个服务是得有多好 我要来问一问 您知道你们家这个是上海餐饮的 服务榜排行第一这件事吗 是的 我有一个要求 不知道你可不可以满足一下 就是哇塞几张 要大家记得以前三连 小哥您是上的试酒师是吗 对 讲我之前我有在地上刷的刷到 真的吗 太好又来一位 点赞没有 我们叫什么呢 叫哇塞几张是吗 真的知道我们 谢谢谢谢你 有关注 我们一定把你剪出来 毕竟我第一次看到有人戴着香郁色的口罩 哈哈哈 是女朋友买的 你知道吗 还不忘在镜头前给大家秀恩爱 哭了 开始落泪 我待会儿如果晕了 可能不是说喝酒喝晕的 是为这里的服务暴击 还有酒里面他们俩的恩爱 不能这样 我们格局就大一点好不好 我祝福我们的试酒师和他的女朋友 以及我们屏幕前有对象的朋友 都幸福长长久久 那如果是没有对象的朋友 新的一年一定会脱胆 这个是我们的葱油饼和干酱 也是我们菜品目前来说的 是非常非常熟的花银的一道芹菜 也是不得不说您点菜是非常非常烫的 哦是是是 别看葱油饼小了 这可能是我们吃到的全上海最贵的葱油饼 多少钱 99块钱一份 其实这个整货整个非常直白 就是一个普通食材加一个高际食材 和干葱油饼 就像我们以前吃什么鱼子酱 抽豆腐 俄罗斯煎饼放鱼子酱 都是一个卤水 但是搭配的怎么样 好不好吃如何 哎呀 实际品尝 啊 那么尝一个 给你楼下的怎么样 比我家楼下的好吃 这小的葱油饼外面很脆 但是里面呢还是比较绵软的 然后你涂上了鹅干酱之后 就会多一层沙沙的那种口感 而且莫名其妙你知道吗 鹅干配上了葱油饼之后 有一点海鲜味 怎么会海鲜味 来 给我涂一个 你来一个 我真的能吃出一个海鲜味 海鲜味 嗯 好香好好吃 葱油饼加鹅干酱 是吧 就是一个普通的食材 加一个高级的食材 但我觉得这个搭配还真的不错 微热的饼加配上凉凉的酱 它有温差的感受 然后呢 这个饼就是脆脆的 这个鹅干酱又是软软的 也会有这种反差感 你知道就体验那种矛盾 就是很爽 就像你一样 又帅又贱 啊 我不否认吧 哈哈哈 品珍松露干鲍脆皮乳鸽 我们用的是生命之水 热胶 和我们的海盐欧宁炒 这个虾 可以在烤制的过程中 使其他的光位 负责在我们乳鸽的表面 我们预定的菜品之一上来了 这个是我们的品珍黑松露鲍鱼烧乳鸽 这个乳鸽大家看看 大家看看 得嘿嘿嘿嘿嘿嘿 18天妙龄小乳鸽 搭配两只28头干鲍 然后内部是放了松露墨和鲍脂 那 都说到这儿了 我觉得再说下去就不合适了 那我就替大家试一试 走走走 戴手套 知道什么叫原始的满足吗 也是 我觉得你这个讲的有理 是不是 就好比你吃薯片 你会戴手套吗 没意思 没意思了 这个皮真的非常的薄 很痛 而且真的很脆 这个是乳鸽身上肉最多的部位 小鸽子的鸽胸 我觉得鸽子的咸味稍微淡了一点 然后可能是因为松露给的比较多 所以吃到后来会有一点点反哭 尝一下你们的鲍鱼 鲍鱼很柔嫩很Q弹 然后搭配上了鲍汁和松露之后 就是很香很鲜 这个菜整活整在哪 就是让一只只有18岁的妙龄小鲁哥 一次怀上了双胞 我觉得整活就是让他受尽磨难 这就是梅花香紫子盘来 还有刀山里活海 最后送到你面前 你只要吃了就可以了 后面一句话就吃了避养药 朋友们他来了 他来了我们今天预定的他们这里的整活之王 你好 你好 这个是我们因为今天特殊要求 所以师傅到前面来给我们展示 是因为怕当场做会翻车吗 不 因为今天二位的颜值很高 所以说我特意出来为二位准备这道菜 就是为了看一看我们 做这整道菜最难 最容易翻车的是哪一步 最容易翻车就是现在 就是现在 挤这个花 这个菜一共是10朵 然后我们让师傅特给我们留了一顿 这一朵花我做给大家 你看这个花心 但是我相信大家肯定不花心 不会一直挨我们下进的 然后我开始要滑板了 哇 太棒了 我第一次标的话其实还没得更好的 你们后处还缺人吗 这个可以考虑 可以吧 这个就是我们预定的 价格冠决全场1600的鱼花四玉 不仅在香港的厨艺大赛上面拿过金奖 而且这个菜它尺寸之大 真的是远超我的想象 看到这个菜价格如此不菲的份上 大家能不能帮我们投两个逼回血呢 小张先谢过了 然后我给他介绍一下 这个菜它为什么要卖到这么贵 先看这个黄色的底 用8只公蟹 8只母蟹 1只高蟹 共计17只 活蟹现蒸现拆 蟹粉做的底 上面这10朵玫瑰花 用的是5条石斑鱼的嫩肉 加上袋子肉混合在一起 不放淀粉 只放盐 做出来的肉绒 现场给你雕出来的这个玫瑰花 用冰水定型 温水慢煮 最后放在一起 融于一盘 好复杂 师傅说这个菜要怎么吃呢 把这个花盛到了你的碗里之后 再把这个蟹粉浇在上面 味道怎么样 既然你诚心诚意地发问 那我就大发慈悲地告诉你 你谁愿意 我就是美食豆豉 吃货特新 餐厅的审判者 宇宙恶霸 鸡 鸡 将 呃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做的花 怎么老是吃到渴 先说有一点 这个玫瑰花非常的柔嫩 石斑鱼和袋子这两种原料放在一起 本身它就是有这种鲜味的 然后你再放这个蟹粉 其实有一点连汤带芡的意思 让你这个花吃进去 除了柔嫩还会这种汤汁的流动感 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有一个什么缺点啊 就是这个蟹粉我吃着吃着 老是能吐出那骨头来 这个菜它为什么卖1600那么贵 最贵的就三个点 第一个是创意 我第一次见到 让鱼肉在蟹粉里面开花 第二个就是食材费原料 第三个就是你要把这个花要雕得好看 然后还要做熟不能做老了 但你要说口碑 我觉得它没有太特别的地方 我觉得费功夫就前面讲三点 对 我觉得另外1000块钱是保眼福的 对对对对 尤其是你要谈个恋爱 点个这个菜 那不是十拿九碗 带哪个来的 带哪个来都行 香药 爆米 红烧 酱油 菜 最后这个菜整盒再明显不过了 把菜饭做在了这个以前的饭盒里边 用这个饭盒吃饭的年代 哪能吃得到里面这些食材 只能吃下面的饭 哦 那我们来尝尝这个菜饭怎么样呢 嗯 酱汁味好浓啊 我跟大家说 这菜饭比较再来点泄饭 来个小的鱼啊 什么家庭条件 这是什么家庭条件 此时只恨自己嘴笑 我觉得这一口必须让大家尝一尝 哎呀我吃过了再让你们吃不太好 算了那我自己吃吧 全场最耽误我体验的事情就是这个馅粉里面的铁壳 这一点要提出提出要求啊 这道菜我说实话就是相比前面啊 其实它的整盒就没有那么的丰富 那是你预值被它拉高了 这叫什么 就像我以前银尸小剧场啊什么 大家就觉得哎呀 采访很好看 现在好像大家觉得一般 就可能我现在就是要光宝子探店啊 大家才会觉得够好看 要不穿个死裤水去探店 你这么大胆吗 我为了赞我不择手段 哦行 这样大家点赞20网 我们摄影小哥穿死裤水去探店 好不好 到时候我掌机位 我拍给你们看 是你 你穿女扑我穿死裤水 我们去探店 你看谁怕谁 拼了我跟你讲 我们这顿一共是吃了2300 大家觉得值不值呢 啊本来是奔着这个整盒菜来的嘛 吃下来我就每个菜 其实是有自己的活啊 当然也有一些缺点 那我们前面也都说了 呃被评为上海服务第一 那是不是第一我不敢说 但至少我的体验 我觉得还是很好的 都是轻声细语啊 让你感觉很舒适 而且酒水经理还看过我们的节目 认得出我们 所以呢饮料也送给我们了 这里谢谢他 哈哈哈哈 那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送完啦 如果你喜欢的 别忘记银行三连就关注我们 是我们的支持动力 各位我还是他几张 拜拜